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们俩是被医生赶回来的 我自己真的非常喜欢的一个作品 琪琪也是特别好的对手 就是你能够跟她强烈地撞出很多的一些 让自己起鸡皮疙瘩的活花 妈妈一口 琪琪一口 来来来 琪琪 喝一口 你看 妈妈喝了 然后接下来是 请回答1988 我觉得她的叙事结构 包括剧作的一些构架 都是相当经典的 这次我是跟李兰迪特别有灵气的一个小妹妹 然后我们演妇女 小皮猴 二师兄 你看着我 我们给彼此起了一个名字 她管我叫二师兄 我管她叫小皮猴 一下就能够把这种 这种妇女关系给构架起来 我 我能把你抚养大 我能给你让你过上最好的日子 我怎么着了我 还有一个岗位 永远属于你 就是让我骄傲的爸爸 这一路演下来 这几个作品个个都是父亲 而且演的这个孩子是越来越大 我一直在跟节目组说 我真的可以不只演父亲 但是没关系 现在正好是我父爱泛滥的阶段 因为生活中我的宝宝刚刚满三岁 我特别希望我跟孩子的相处方式 是他发自内心把我当哥们 因为我觉得 我们在相互的接触过程当中 彼此给予对方新的成长 新的一种力量 其实我做演员这行也是 误打误撞 高三的时候参加了两个比赛 当时的评委当中 有一位是中西的教授 他说小伙子 可能还有点天赋 你来考考我们学校吧 后来我一想 试试吧 后来一考就考上了 在大学的四年是我真正成长的四年 作为演员来说成长的四年 从一个对表演埋怨 完全没有任何认识的一个中学生 到毕业的时候 已经是一个在舞台上能够独当一面的演员 这四年真的中央戏剧学院给了我太多太多了 太多太多 我特别感谢 真的特别感谢我在校的那四年 我们没有白费那四年的时光 我们天天熬在排练场里 排段子 那种感觉 说心里话现在找不到了 所以我在这里也希望大家能够珍惜在学校的机会 对未来的自己说几句话 首先你要继续当一个好爸爸 老图当个好爸爸 而且你还是名演员 说心里话可能在有了宝宝这三年的过程当中 你把太多的心血倾注在家庭上 你可以非常非常自豪地说你是一个好爸爸 但是你不能够说你自己是一个称职的演员 至少在这三年当中 但是来到这个舞台 你要唤醒你这一点 你还是一名非常称职的演员 你今后还有很多的路要走 老图对你说这句话 就是加油 加油